这也太紧张了吧 今天傅昆琦跟柯文哲两个人见面 见面当然就握手握手 当然就寒暄寒暄去讲了一句 加油加油加油 就没想到柯文哲吓死了说 我全身着火了 你还要我加油 没错 事实上柯文哲目前为止来说 真的全身着火了 而且现在的火越烧越大 那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原本的三大弊案 台资光 北市科跟金花城之外 现在又踢爆了两个 一是也是弊案的 一个是南港转运站的BOT案 另外是万大的果菜市场改建案 现在越扯越多 不是 我今天看到那个 第一果菜市场的改建案 我更火大 我就是万华人 今天空拍出来了 这种东西要一百亿 对 好 大家都无法接受 而且BOT还没有盖好 那北市科也没发展 到底在搞什么 所以现在B案恐怕会越来越往上 延烧的这个过程 所以他被说全身着火 这是不是讲一讲 他是讲真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对准他的单位越来越多了 调查局调查他 北检调查他 检田调查他 现在很多单位出来 大家都想要办 而且现在 宝姐 围绕他身边了 我觉得现在有一些 不寻常的这个画面出现了 第一个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说话 陈佩玺宣布说 诶 我在九月要提前退休了 他要退休 对 另外一个什么 另外最近柯文哲 你看柯文哲过去不是最爱这个媒体的光环吗 最近小草训练影的时候 把这个说了 媒体感慨 我不想接受采访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大家要问他什么问题 他不想要面 不想面对那些问题 而且宝姐 更诡异地出现了 那现在呢 这个很多这个解数本不是说吗 诶 你们这个 什么这个 金华城是柯文哲 盖章了 排版决定了 就你知道 这个我们这个 战狼小姐说什么 他是市长 当然是他 不然呢 所以他是 诶 现在有点回应 我觉得他到底是要害柯文哲吗 他跟这个柯文哲有这样的深仇大恨吗 刚刚讲到是 金华城 都委会 市长没有在里面 以前你在都委会的案子 你都委会的事情 市长 赵立长 你是不会牵扯在这中间 是你来证实 柯文哲跟金华城有关 你是拿刀戳向柯文哲 所以目前为止他们的反应来说 我们看不懂他们在搞什么花样 好 那我们就想 为什么对柯文哲来说压力很大 保健压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柯文哲这个案子 包括说北施科的案子 或是台志光的案子 金华城的改建案呢 现在的检调真的是在调查中 而且调查的恩恙 之前还媒体有个报导 说什么 原本的这个所谓的台志光 这个案子 原本是这个调查局最早调查的 就好像还被检讨 所以那检联都已经有线索可以突破 你们为什么调查局还没有突破 他们互相在那边说 你办的案太慢 办的案太慢的一个状况 那原本调查局 所以我们常常讲 买一个是吧 三个河上没水喝 照讲你如果是三头马车的话 你是各自为政 这个东西会缓过来 所以没有想到现在是检查 北检 廉政署 调查局 三方都磨刀祸祸 三方都要抢投降 保健 为什么 因为新总统要上任 当然要做给新总统看嘛 那现在怎么样 你看我们讲台志光 调查局现在被检讨说 你这个输给这个廉政署 办太慢了 办太慢了 好 那再来是金华城 计划者原本的调查局就说 我们年初就开始在调查了 我们就已经开始若干掌握了 那准备了立案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在做这个指挥了 结果没想到保健 他们消息根本不够零通 为什么 因为廉政署早就已经开始做了 而且他们五月二号来说的话 调查这个已经分案 都已经分案完成了 结果没多久之后 后来又有每个单位 每个单位大家都要来办 检方也要办这个案子 廉政署也要办这个案子 调查局也要办这个案子 大家都要办金华城这个案子 大家都怕 慢慢拍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大家都要办 所以你说这个案子 会不会有可能 应该会成真吗 大家都已经磨刀祸祸 准备砍向柯主席了 而且现在有两个关键人物 刚刚讲了 郑明谦准法部长 将上任的检查总长邢泰招 他们两个是同学 他们两个以前是最上下坡的 现在是郑明谦 邢泰招 两人联手办案 对 没错 实际上这一次的 郑明谦即将上任 我们的法务部长 当然要磨刀祸祸 好 他现在怎么办 这一次柯文哲来说 案子里面来说话 事实上是郑明谦 还有这个邢泰招 两个为主体 为什么 这一次把这个所谓的 这个调查局 你看调查局都被缴械了 你这个金华城这个案子 太慢了 然后你这个台字光太慢了 现在这一次办的是谁 办的是检方 还有廉政署 两个部队 那检方跟廉政署 保险你知道吗 事实上就直属 就做去这个郑明谦 曾经担任过廉政署 包括说他担任过 主任秘书长 副署长 署长 还有这个 所以他担任过廉政署 非常多职位 也就是说 现在廉政署的所有人 都是他 然后另外他有 北检的单位 所以这两个 可以说是他的核心部队 所以一条边 对 所以这两个核心部队 对准柯文哲 你觉得柯文哲会怎么样 你有证据来说 他绝对会把你 办得这个金屎屎 所以现在 保险现在好像 检调都没有更进一步的 这个出马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 因为这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他们即将一起动的时候 保险这个案子 绝对是一个一个开花结果 所以你说 现在都已经闻到这个 北检 联政署跳去 三方在磨刀霍霍了 对 尤其詹梁小姐 今天讲了 觉醒的半点就是他 他是市长 盖了很多印章 好 保险 这就是他惨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过去的 很多公务人员来说话 或是说 他们在这个办的过程 他们都会留一手 或是说很多 这个重要的决策来说话 要么我们讲 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李登辉总统的时候 不是他盖什么 他都盖什么 西 越 他就是这样 我没有做最后的决策 或是说有时候来盖 这样盖一半的这个状况 不是 以前刚才讲的 现在当时不是讲的 风风火火的拉法业案 很多的重要的案子 不是也是要办到李登辉吗 就你发现李登辉在很多的 关键案上都是 知悉 越 我知道而已 我没有任何的意见 是你们决定就好了 结果柯文哲不是 柯文哲如果你看到 他的东西是 关他的是不知道 但不关他真的精华城 底下的人都已经买了伏笔 底下的人已经很清楚 不愿意负责任 底下的人已经把责任 推给柯文哲 结果柯文哲 全部决行了 为什么柯文哲 这个决心这么重要 因为这个决心代表你负责 这个决心代表你是你处理的 这个决心代表是你决定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金华城有问题 柯文哲就跑不了了 以前可能你要办什么 用个变签就好了 结果没想到 柯文哲都是留下了 相关的这个证据 为什么 金华城这个案子里面来说 你看2022年的 这个4月6号 他的这个签 就是说 他的三项左右 都更会的这个 你把他送到这个都委会 送到都委会 就像他在这个地方 他盖着这个印章 决心 表示是说他要盖着 还有更关键是 底下 签名这个数字 2020年这个数字 很清楚的 就是他的笔记 排押日期在这个地方 好 另外一个案子是什么 2020年的10月27号的时候 就是已经排版 就说 荣基奖励20%啦 然后还有这个荣基上线 这个状况 这个也是他的名字 所以宝杰 事实上现在呢 有很多证据 公文都可以连接的起来 那加上说 现阶段 我们这个 三大这个检调单位 都非常的磨刀祸祸 所以这个案子来说 我觉得搞不好再过几天 就有可能会有开花结果的样子 而且今天金周刊居然用封面故事 仔细 巨细迷的谈着两个案子 一个北势科的案子 一个净化者的案子 而且在北势科的案子 非常清楚的是 当时不是袁大到底 有没有去参加那个会议吗 不是讲各说各话吗 今天更清楚的 袁大在那个金周刊的报导讲说 我早在一个多月前 我就已经发email email就代表我都有留证据哦 email都已经告诉台北政府 我对这块土地北势科没有兴趣 我不会去参与的 宝洁事实上现在有更新的证据出来 这个金周刊这个礼拜的报导里面 讲出了一个爆炸性的内容 什么叫爆炸性的内容 因为我们知道 北势科这个案子在说 你要有第二个 这个所谓参考资料 所以他们的 这个北势府的说法是 我们有找袁大人 说来开会啊 甚至都还有会议记录啊 我们不都说有会议记录 这些东西吗 就宝洁现在呢 袁大就跟你讲 我们根本就没有要开这个会 事实上你看 这个开会是12月16号 对不对 但是你看这个时候 这时候呢 有的时候他讲到 11月5号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台北市政府 有送一个文给袁大人寿 就说我们要讨论相关的北投段 也就是说这个台市 北势科这个案子 就没想到在11月6号上午的时候 袁大人寿就回复说 因为我们不继续参与投标的 相关的业务 故本次的访谈将不参加 尚请谅查 好 董伯 特别强调 这个是等于说是 2020年11月15号 所以这么讲 11月5号 11月6号 11月6号上午10点54分 注意他连时间都有 代表我是用email 对 我是有证据的 所以他有证据在那边 他说我不参加 就没想到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在12月26号 12月16号这边 就有他们的签到部 那到底是谁 谁说什么 所以为什么后来 袁大人的时候 会有这两个声明嘛 就是原来是 他们根本来就跟你说 我没有要去讨论这些东西嘛 所以那事实上现在这个 所以袁大人寿投资部 在11月6号的时候 也就是一个月前 就已经告诉你 而且要给谁 他给的就是 主持会议的台北市 副秘书长的办公室 对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证据很简单 我只要把当初 我回复给你的 拿出来之后 那请问你 当初会议记录里面来说 访谈资料那些东西 是从哪里来 而且现在人家不是查到说 你那个里面的签到格式 也乱七八糟 有不一样的这个状况 所以现在告诉你 搞不好现在真的 整个格局来说 你搞不好这些 完全都是造假啊 难怪我现在就看懂了 为什么当时的会议主持人 林玉弘 对 你是副秘书长 你是组织会议的人 大家都签名了 对 你不签名 对 这就回到说 公务员都懂得至宝 公务员都知道 在关键文件上 不要随便乱签名 对 他这个地方没有签名 他现在都不讲话 我完全以市政府为主 我没有任何意见 他等一次 他是阿博要让杠的 阿博要让杠的时候 他没有签名 可是中间 关键的签名 都是柯文哲 对 你看是主持这个会议的人 林玉弘 没有 我没有签名 所以你要说我主持 我也没有主持 这样一个状况 他可以闪掉 很多公务员都用这样的方式 因为甚至 我知道可能你有这个违法之后 我还要你说 那是你说要决定了 结果他都 柯文哲都盖章 没有错 就是我觉醒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 现在随着元大 出来跟你说 我根本没有要参加 那一次的北市科的BOT的 这个相关的 地上悬的这个案子 我都已经写信跟你说 我不要参加 就你居然还让我出现在 我们的这个会议的报告里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是都说 元大怎么会直接 这个台北市政府 因为台北市政府 你可能涉嫌到造假了 好 刚才讲 现在传材消息是 北建 联阵署 调查局都已经在动作了 而且你得到的消息 调查局真的已经跑到台北市 政府区要资料了 老师 你记不记得上礼拜 讲案第一次跟大家证实说 金华城的案子 还没讲到北市科 金华城案子有检调 来跟我们市府要资料 市府的政风单位 都在调查中 检调要的资料 市府也会全力配合 有没有 有 讲案有一次讲那个话 对不对 上礼拜的时候 其实他在讲那个时候 那个moment 第一个来要资料的是调查局 我去问了才知道 是调查局 要资料了 那北检 北检后来指挥这个连政署 也去办 所以后来就签他资案 有没有 后来第二天 北检就动作了 对 调查局先要资料 要北检也跟着动作 北检指挥连政署 好像是在抢肉一样 大家都冲上去 咬上去了 对 那观众朋友 因为很简单 我们中央民国是无罪推定 所有 不管是柯文哲的支持者 或者是不喜欢柯文哲的人 人家有罪就有罪 没罪就没罪 我们就照办 但是这个案子牵扯太广 因为时间又长 然后又历经 从郝龙斌市长 到柯文哲市长 到贾万市长 因为整个过程 都还在这边 然后呢 陈崇文是台北市议员 他现在因为台智光被收押 那大家回头再检视 把这个案件这样讲 因为我看到民众党的支持者 都讲说 这是政治破坏 这在办政治案子 我才把他跟大家讲 如果这个是完全政治考量的话 去年选总统的时候 就应该烧了嘛 对不对 选总统的时候 柯文哲也在困惑啊 要抓也应该是选举前抓我啊 不是 所以就是说 这些就是资料到哪里 就办到哪里 我知道我们台湾很多人会觉得 可是我来念长期跑公务单位 刚刚讲的 林玉宏做了一个很妙的动作 你明明看有一个开会 有一个开会记录局员 居然主持人 台北市副秘书长林玉宏 那个篮子空的 他也讲说 今天督委会很多人 要办这个案子 根本不敢决定 全部都上签 给了市长是 今天如果真的懂得 公务机关运作的时候 今天柯文哲的那个决心 柯文哲的那个化压 柯文哲写的那些日期 真的很麻烦吗 所以把这个为什么检掉 调查局 联政署跟这个台北地检 他们同时在动 而且呢 现在大家看起来 事情大掉 柯文哲都一脸 这个苦楚的跟副闻讲说 我都全身烧起来来加油 他自己其实目前 我觉得他应该 他也相信我先前所讲的 我不敢说他一定有罪 可是惹上大麻烦 而且不只是麻烦 是大麻烦 因为三个案子 而且蓝绿夹杀 可是保佳 为什么现在检掉动起来 我跟大家讲 其实几个层次分析下来 你就知道 第一个 媒体报道跟柯文哲本人回应 如果说今天媒体一个报道 一个收看一个独家 柯文哲马上第二天 重重打脸 以后再下这些东西 以后第三天没有人报道了 可是就是现在 大家所质疑的部分 民众党或柯文哲本人 都没有强而有力的回复 包含这两天 我跟志然同台 他还在告诉我说 我要跟母约8.6条不是95% 可是我看到的文件 就是写95% 那你既然你后来签的 那个钱已经超过95% 所以你为什么紫月签下去 问题一嘛 第二个金华城 跑龙运把他刷392 他要讲理由 因为1991年就392 为什么后来 你回到560过程中 你自己的副市长 保佳哥 第一任的副市长 零清荣都不同意 那后来为什么同意了 你说监察院 监察院 你不要每次都拿监察院 监察院在今年1月24 才纠正了科市府 到840而已 对不对 那你怎么不讲 监察院也纠正840 我们错了 也没有 然后你刚刚讲的 柯文哲市长他都觉醒 对 他都有盖章 那他就要负责任 因为他是市长 那今天回过头来 这些案子 市府的正风处调查 发现有问题 所以市府也 其实他也有把资料给检掉 然后检掉 现在三个单位 廉政署 然后地检署跟调查局 他们都去查 查出来以后 如果对柯文哲来讲 真的柯文哲 确实有违法之处的话 我再讲 我再讲更多一点好了 华杰克 那在政治上来讲 柯文哲2028还有能量吗 当然没有了 如果他真的有 但我们不能够 陷人于罪 如果发现说 原来大家都不知道 这件事情 在今年选择的时候 甚至都没有成为议题 结果他发现说 原来是有瑕疵的 这个瑕疵 最后变成被起诉 最后变成是有罪 那他的2028 不要讲2028 2026他的浮选能量 就降低了 那柯文哲如果能量降低 2028他已经没有办法 撼动蓝绿的话 又回到蓝绿的这一盘 其实以现在目前来讲 很多民进党的操盘手也好 或是熟知政治人也好 这个事情对 賴清德2018是有利的 好 所以宇雪 今天一个很怪的事情是 怎么突然陈佩 之前大家讲 怎么陈佩奇 柯妈妈最近都没有声音 结果今天他就 丢了一个震撼蛋说 他要退休了 所以保雷哥 震撼蛋不是在于 他要退休了 震撼蛋在于说 陈佩奇已经 睽違将近快两个月 上一次发文的时间点 你知道什么时候吗 3月13号 那两个月不发文 突然在今天发文 结果谈的竟然是 哼不浪当 也不是柯文哲的事情 竟然是自己在联衣 到底要不要干下去 这件事情 保雷哥 这才是真正怪的点 对不对 为什么他两个月 这期间都不发文 柯文哲这两个月 没事情吗 事情一大堆 而且今天他不是讲 他想要继续做下去 对嘛 那事情一大堆 他原本想说要做下去 为什么这时候突然改嫌异策 然后他给的理由很好笑 我就简单讲 叫做三个字 蒋万安 因为台北市卫生局刁难 要求业绩 所以我干不下去了 我没有办法 符合你的期待 因为我只有我的专业 我的专业 我只会当小儿科 我是一个优秀小儿科医师 但我不跟你来这一套 反正总而言之 他说自己要离职的理由 然后推给了蒋万安 对不对 保雷哥请问这是重点吗 不是吗 当然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于 陈佩奇为什么突然发文了 那我问他是不是有发文的理由 一大堆啊 陈佩奇以前什么事情都可以发文 选举都选完了 1月10号都过了 保雷哥你要不要算一下 他发了几篇文 一篇两篇三篇四篇四篇五篇 都在聊什么 那国民党欺负我们 哎呀要是如果当初怎么样 就说不要和了 还可以在那边糾糕地 在那边纠缠那么久 结果今天柯文哲 身陷了是什么状况 柯文哲我中火烧了 你不要再给我加热了 身陷了台志光 金华城 北市科 这么多的风波 佩奇有没有讲半个字 没有 这才是怪的点 所以你说柯文哲今天已经够烦了 他都已经说我已经全身着火了 他已经烦到不得了了 结果你跟我讲你不做了 他不做了以后 柯文哲第一句话说 你要做好不然家里没钱啦 对柯文哲来 这是他们两个最擅长一出戏来 一搭一唱 佩奇发文 文哲会跟你讲 没有啊 问他没办法 我没得他发文 我冒人汗你知道吗 很可怕 就很奇怪 其实柯文哲有回话 他说什么 柯文哲说 哎呀不行 叫他一定要去上班 不然我们这样会没钱 说他老婆 为什么要继续在那边上班 因为要挣钱 因为要赚钱嘛 但是柯文哲在演出什么大戏 我就算了 我没钱 所以他在跟小草喊话 透过陈佩奇这一出辞职戏 柯文只要传递一个讯号就是 我没有很富有 即便我政党补助款 即便我个人选举补助款 才刚拿了一两亿元而已 他在装穷嘛 但其实这都不是真的重点 真正的重点 反而放在一件事情 陈佩奇不发文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 3月13号 那我跟各位报告 你知道柯文哲第一次谈到台志光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吗 3月16号 所以刚好在弊案爆发的时候 从台志光 一路各位有没有 再来北市科 再来进化城 从那个时间点开始 陈佩奇就跟着 都没有讲话 就跟着两点了嘛 而且保险哥还有另外一个人也不讲话 你知道是谁吗 柯妈妈 柯妈妈嘛 理论上来讲各位 柯文哲被霸凌成这样子 我直接用柯妈妈的逻辑 好 柯妈让人冲成这样子 大家都给他求 数码坚定 还要把他丟掉 这样是这样的 我们柯怎么有可能谈 理论上来讲 妈妈应该要踹响几句吧 那就不敢的啊 柯文哲的逻辑是什么 我太太我没办法管 我妈妈我也拿没办法 这两个他都没办法 就这两个人 异口同声的沉默了两个月 而且各位 不止是陈佩琪 就在此时此刻前天 柯妈妈这样话吗 柯妈妈也出来了 柯妈妈出来了 柯妈妈跑出来了 你知道妈妈跑到一个 这种网路节目的小草见面会 然后刚好有小草潜伏在里面 看到说柯妈妈哪里来 你知道柯妈妈讲说什么吗 柯妈妈说 大家很久没看到啦 然后讲出一句关键话 哎呀 我们儿子啊 如果是日空日白 又算的也算不掉 那就提供杯的意思啦 竟然又在第二个吧 说不选了 如果算不掉 说不算啦 那就是提供杯的意思啦 他在柯妈妈什么时候 觉得自己儿子选不上 柯妈妈讲过什么 柯妈妈说 我们儿子的提供 说他有这个皇帝 有这个当总统的命格 他儿子一定选得上 而且还讲说 那个369怎么可能那么少 票跑去哪里了 所以代表 港下贼哪票这么少 所以代表柯妈妈跟柯太太 同时间都受到一个重创跟打击嘛 这个重创跟打击是什么 就是司法检调要来 所以哥你要搞清楚 早在3月的时候 柯文哲全家就知道司法检调要来了 真的假的 宝贵你觉得有巧合吗 可是妈妈刚好都不讲话 你不懂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巧合 当然没有巧合 国际都没有巧合 这一家子不是一家人 不是一家人 怎么会有这个巧合 但回归到一个重点在哪里 既然柯妈妈跟柯太太都出手了 所以只代表一件事情 柯文哲准备好动作了 肯定是这样子嘛 以前各位 牛牵到北京还是牛 柯文哲全世界都可以不相信 他不相信全世界的人 他只相信谁 自家人 柯妈妈 柯太太 是不是每次柯文哲要开始动作 开始运作的时候 就会跳出来 为什么我说柯文哲现在只剩孤身一人 请问一下柯文哲原本身上 应该有两个大将 这两个大将刚好都是律师身份 在这一次的风暴跟事件里面 他们有没有任何的角色 有没有任何的声音 没有 有啦 黄国昌啦 黄国昌你知道出来讲什么 我相信柯主席 拜托啊 不对 相信是最廉价的东西 黄国昌如果真的要把他打官司 是不是可以用他战神的风貌 北市柯金瓦城一条一条系组给我们看 结果完全没有能够表态 而就连黄珊珊 他也是律师 他还是当事人 他还是事主 结果从头到尾都在切割 都在明哲保身 所以很显而易见的 柯文哲现在所有人都不相信 他现在唯一能相信 唯一出动的就是他的母解惠 好 所以刚才讲的 金周刊这一次什么 又一个封面故事 非常多的一个报道 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就是 元大在这里面已经透露了 你知道金周刊是一个财经媒体 财经媒体跟所有的财团 关系都非常好 今天元大透过金周刊表达一件事情是 你说我12月去开了那个会 没有 我11月就告诉你 我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 而且他连几点几分都讲出来 我是用email email就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其实之前我已经听到业界的人告诉我说 元大手上还有东西证明说市府讲的是假的 所以我也有把这个讯息跟这个市长市讲 我说今天惩罚局的同仁他们讲这样 是要帮柯市长扛吗 是要帮林玉宏扛吗 林玉宏自己都不出来讲了 躲在台中市 那惩罚局的同仁这样子去斩钉截铁的说 有 元大就是两点来 谈的就是四北科 北四科的事情 那未来如果元大进一步的出示 他们手中的资料的话 我不知道说这一笔账要算谁的 而且他是在议会这样讲的耶 对 我当时是基于说 我觉得双方都要有平衡的声音出来 所以我让惩罚局的同仁有一个机会 为自己治正清白 但是事后马上就有人来跟我讲说 元大手中还有东西 那今天金周刊所呈现的资料 这封email应该就是元大手中的东西 我还听说其实还有 就是同一个时间 市府说是下午两点在市府开的会 同一个时间听说元大内部正在元大开会 所以他们也有内部开会的资料跟时间 如果元大被市府或是被柯文哲逼到出手的话 那我觉得事情就更大了 好 那四北你过去也长期在公务机关待过 是 今天柯文哲说他全身着火 他真的紧张吗 他今天写的那些决心 还有今天元大的这个有伪造文书的嫌疑 这个真的会让柯文哲跑不了吗 我们看有三个单位联合出手 我们就知道柯文哲这件事很难善聊 剪掉然后为什么加上连政署 因为连政署的出手代表正风一条边 市府各单位的正风相关的都已经在收集资料 全部往连政署去收集了 我们的新工处有正风 我们的市场处有正风 我们的产发局有正风 所以我们每一个地方的正风全部都动起来了 主动会把资料全部汇集到连政署 连政署因为是掌握全部公家机关 公务人员的连政操守 所以连政署也来掌握资料了 你说他们是见烈欣喜 鲨鱼闻到血腥味的要出动 或者是说大家都发现说 这几个案子都有猫腻 坦白说我们最近在爬梳这几个案子 相关人都差不多 第一个金华城主任委员是谁 都委会的主任委员是谁 彭震生 大家知不知道第一果菜市场 当年招标的局长是谁 彭震生 又是彭震生 因为他当年是公务局局长 这两个人连在一起了 南港转运站BOT得标人是谁 金光 北市科的得标人是谁 金光 金华城的受益者是谁 金华城威京集团跟中工 所以我们才说来来去去 围绕在柯市府有问题的案子 都是差不多的人 也都是主事者都是差不多的长官 那你说我如果是检调 我如果是连证署 我好不好查案子 好查 一个肉重头就这样子 问下去一颗就出来 今天为什么都是差不多的长官 主持的案子 然后差不多的对象业者 然后出事的都是这几个 都不是别人 都是这几个 柯文哲这几年非常有趣 就是出事的业者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那几个 而且重复的出事 你还重复的跟他合作 我今天才讲还不止这几个 瑞柱营罩 瑞柱营罩盖盖的社宅 专门漏水 然后漏水一个你已经要惊到了 还继续给他盖 还继续漏水 他讲到这些漏水 大家可能印象还不深刻 讲到桃园那个宇球馆 天花板整个掉下来 大家有印象了吧 也是他 瑞柱营上 讲到北流那个磁砖掉下来 有印象了吧 也是他 以前公务员跟我讲说 奇怪 这个营罩不知道 打尾罩出来 以前在台北市都不会拿到案子 柯市长任内以后 在台北市就可以一而再 再而三拿到案子 这就是我们一直觉得奇怪的 你是都没有判断能力是不是 你说柯市长都不知道吗 这些合章真的是像志涵说的 局数签上来他就要合啊 这个不就是这样吗 不然呢 你错了 柯文哲最得意的是什么事情 他任内最后一份公文 他不是批说财团勾结议会 榨取国家财产 他是会批字的 他是懂事的 那为什么只要金华城 他都没意见 乖乖的就盖章 同意 每一件事都同意 都没有意见 都觉得给财团融机 给金华城融机 好棒棒 都是为了南松山的开发 他是特别在我们的民众之声讲的 因为减书朋友讲说 今天金华城的案子 是柯文哲压了日期 拍板决定的 然后就对着镜头 然后我们大家看的画面 他都镜头讲说 不然呢 你脑袋有问题吗 可是你之前讲 今天在都委会的事情 照一讲是跟市长没有关系的 市长可以怎么样 在意 缓议 他可以说 不同意 他没有 他什么都没有 他什么 他就觉醒 OK 给 这个就是柯文哲 对于金华城融机的态度 他难道不知道 这样送出去 就是一百多亿吗 以前柯文哲 有一句名言骂好市长 连这都不知道 好事死去 他难道不知道 说金华城跟台北市 诉讼了十年 而且我们的诉讼全盈 我们如果诉讼全盈 为什么要让呢 这个就是外界质疑的 如果你诉讼都赢的话 大胜的话 你照理说 可以不要让 所以那时候市府公务员 心里面憋着一股气 我们赢了 为什么还要我们去冒险 给金华城这些融机呢 我是万华人 我每天常常经过什么 经过环和快速道路 经过环和快速道路之后 你就看到万大市场 这个地方正在盖 在盖的时候 你没有从空拍开 你不知道 看了以后把我气死了 这个地方盖成这个样子 一个半成品 一个像一个烂尾楼一样 那我本来讲说 你总要盖好吧 我听鼠卫才讲 知道说 原来它的工程设计 就这个样子 如果台北市政府 不给你后面追加那50亿的话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半成品 一个不能用的大楼 交给台北市政府 没说事实上在宝洁家附近 如果你开这个 所谓快速道路的话 你就会看到这一栋建筑物 这栋建筑物是什么 是我们台北市的第一果菜 还有鱼类批发市场的改建 那事实上当初花了125亿 当初是由中工得标 宝洁 中工如果是这个后续 没有追加50亿来说的话 它盖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就这样交给我们 那就交给你们 那能用吗 对不能用啊 所以因为它等于是绑架你嘛 所以为什么后来议会 一定要通过这50亿嘛 不通过来说 它根本完全盖不起来嘛 那这个对中工来讲的话 原本盖了125亿 或许我没有赚钱 但你追加这50亿来的话 我可能就会赚钱 所以某些程度来说的话 如果你要把它赐 事实上是说 因为它当初让中工得标 反正你低价得标 后面招逼 这个再给你加工程的时候 你就会赚钱嘛 不是 除非之前早在我们节目讲说 这是盖一半的 后面如果六楼没有盖 七八九层楼没有盖 这个房子根本不能用 我还没有感觉 因为我没有画面 当初再看一下 你可以接受说台北市 花了100多亿 搞了一个半成品 你除非再给对方 再给这个包商 再给 而且是同一个包商 再给50亿 否则台北市民就是冤大头 台北市民花了这么多的钱 结果搞了这么一个烂摊子 保健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可以终于知道 为什么我们前一阵子不在讲 高雄发展得很快 其他县市发展很快 为什么台北停滞不前 你光看这个 这个果菜市场的改建案 保健他经历过多次的流标 我就说啦 柯文哲为什么台北市政府会 台北市的这个建筑会这么慢 你自己仔细看 从第一果菜市场的改建 从北市科到南港BOT 哪一个案子不是一直流标 一直流标 一直流标 你就当然delay了整个过程 那为什么要一直流标 现在大家就说 你是不是后来得标 你看第一果菜市场是中工 然后后来北市科是谁 是星光人兽 然后后来这个BOT 这个南港BOT是谁 是星光人兽 你是不是有刻意无意的 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所以因为这样 然后现在有一个共通的特征是什么 都盖不好 你看第一果菜市场盖好了没有 没有 没有盖好 北市科开发了没有 没有 没有开发 南港的BOT开了没有 没有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台北市政府会 台北市会一直落后 我钱都花了 该给都给了 我什么都没有 对 然后工程一直delay 到现在为止完全都盖不好 这就是柯文哲所谓的理性故事 科学的结果 那我们就一直 我们现在就合理怀疑 你为什么跟你往来的那些人 最后都能够得到这些 疑似是好处 比如说得标反正都是他们 但是你到底为什么会让这些工程一直流标 而且他的很多的SOP 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 第一个我一开始都定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然后刚刚高标准之后 后来我就把它开始往下降 降了之后 你看以这个南港BOT这个案子来说话 后来我还把它分拆 原本有三个必要 三个这个工地 又分拆 把它分拆 跟北思科完全一模 所以他的SOP都是大同小异 然后来招标的人都是大同小异 而且我之前问了一个 北思科的这个厂商 我说你们都已经被征询了 你们干嘛不来投标 他说我哪知道说 他把那个医疗专区给拿掉了 对好 那我们就讲 而且这些人都换来换去 以这个北思科 北思科这个案子来说的话 你看这个是不是最后新手得标 但是中工有没有去 中工有被征询 然后后来以这个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南港这个案子里面来说话 你看谁得标 是这个新手得标 那第二名是谁 洪惠 洪惠是谁 洪惠是做这个双子星的 所以你看他跟他好的人 你老是觉得说 跟他往来都是那几个财团 都是那几个 好来好去都是那几个 但是你知道真正的结果是什么 真正结果是因为 你是不是为了这个留标 留标留标之后 让你那些所谓的 我们疑似怀疑说 让他们得标之后 然后让整个工程完全延练 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很多工程都盖不完 为什么我们台北市的 发展会落后高雄 从这个他的做事态度 你就知道说 难怪会落后嘛 因为连工程都盖不完 对 你知道吧 台北市有很多的工工程 而且台北市有很多工程 大工程 包括你做很多的捷运工程 对 你真的你今天要拜托人家来投标 或者你今天去巡价 我觉得那个台北市 是比其他的地方 都有更多资源的 对 保险我跟你讲 这个问题在哪里 你知道吗 你知道正常程序的 都没有问题 譬如说你说金仁堡 你看已经盖好了 譬如说你说新一区 他这个招标给这个 对哦 完全都没有问题 都等于说是 万步就班的做完了 正常程序都没有问题 但是老是这些 你看都最后变成烂尾 或是疑似烂尾的 都会有问题 所以我才说 这里面你要说真的没有鬼吗 套一句柯文哲的话 你不要认为人民是没有智商的 所以你之前在我们节目讲说 今天那个果菜市场 你觉得很多的弊端 那非常的不合理 然后说我盖到五楼 一个六楼的建筑 我只盖到五楼 盖五楼盖五楼就算了 六楼可以不要盖 就你最重要的消防安全措施 最重要的机电措施 最重要的关键设施 全部放在六楼 如果你当时就讲 如果当时没有按照 他们要求的追加预算 追加五十亿 追加四十九亿 他真的是交这种东西给我们 真的交这个半成品 交这个烂尾楼 交到台北市政府 真的完全没有办法使用 我先回应刚刚老师讲的 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厂商 在台北市 在科市场任内 可以一直标一直标 他真的有专业的开发能力吗 我就以新售为例 他是一家保险人寿公司 但你看他标了什么案子 北市科的地上权开发官 是他 南港转运站BOT 是交通建设 其实他连内湖数位创新中心 他都来标 他是第二顺位 而且他还是第二名 元大还不在里面 对 请问一下 他是保险业 他又可以经营数位中心 又可以经营交通设施 又可以经营地上权开发 他真的那么厉害 包山包海 可是问题是 我们看到北市科 到现在还在长草 如果是要种草两年 我也会种啊 然后南港转运站到现在 完成30% 可是按照我们的预定规划 明年就要营运了耶 可是他现在只完成了30% 那还好内湖数位中心他没有标到 我真的很想请保险师去查一下 这个星光人寿 他自己公司的资本氏足率都已经不足了 他到处把台北市的这些地 列到以后 站着毛坑不拉屎 对于我们的保险的这些民众 因为他拿的钱是我们保护的钱 对我们保护来说 他的钱拿走 然后拿来投资 可是又不好好开发 然后柯文哲就放任他这样搞 这样到底赢的人是谁呢 除了财团本人以外 保护书 台北市政府书 台北市民书 好了 那再回到这个第一果菜市场 我2018年一当选 我就说我要查这个百亿的改建案 为什么 因为当年这个案子 我不敢说他是弊案 但他绝对是乱搞 乱搞 当年2018年 就是柯文哲为了连任 在没有做先期规划上的时候 他们市长是开了一个成会 然后就莫名其妙说 好这个案子我们给他150亿 送到议会 我就后来问市场处说 你去哪里都不知道 你是哪里去掰出一个 150亿的案子 他就说我们就想说 我们要盖一个最满的量体 然后我们就按照楼地板面积 就去乘 每一瓶多少钱 然后就算出一个150亿 我们就送到议会了 所以他一开始他就这样天马行空编了一个150亿 就送到议会 在2018年选连任之前送到议会来 然后议会就给他小砍了10亿 用140亿去招标 然后标不出去以后 按照公共工程委员会来函的指示 你三次标不出去 你有两种做法 一个你就是不要盖这么大的量体 不要那么浪费啦 8加6 你卖水果卖菜卖鱼的 你要盖到8加6干什么呢 要嘛就减少量体 要嘛你就是在检讨预算 结果柯市府没有 因为他的连任的政绩 所以要赶快标出去 他就怎样 偷工减料便宜行事 就跟业者先讲好说 不我们先盖五层楼就好了 你就把这些必要设施都埋在以后 然后你先盖五层楼你先来标 以后一定补给你啦 然后中工就来标了 就标出去了 我现在看到刚刚拍的那个画面 不补也不行啊 如果不补再问你一遍 如果不补 我真的台北市民拿到的这种半成品 没有办法用啊 没办法用的东西 那等于在论天市场啊 就算这个没有办法用的东西 我也花了我台北市民一百多亿耶 是 我们一直到什么时候才知道 一直到去年 新公处又要追加四十几亿的时候 我就说那我们就盖五层楼就好了 五加五也够用 因为我看就省一点花啊 对 就省一点花 五加五也量体很大了 然后新公处才面露南社跟我讲说 议员没办法不盖 我说为什么五层楼就收工就好了啊 他说因为很多积电设施 消防设施 他们都放在六楼之上 这太恶劣了吧 这不就是故意的吗 而且后来李四川副市长就跟我讲说 钢筋都盖上去了 都放上去了 所以你也不能不盖了 你说五楼要盖六楼 一定要预留一些钢筋 这钢筋都已经预留好了 他钢筋已经都盖到六楼以上了 所以他不管你预算够不够 钢筋盖到六楼了 对 所以你一定要给他 即便你六楼以上的预算没有过 但是是谁给他的胆子说 你可以先把六楼的钢筋都做上去了 就是柯市府当年答应人家 后续扩充预算会给你 一定会给你 所以我花了一百多亿 我把这个土地给浪费了 我完全不能使用 我还搞了一个这么难看的东西 对 我不知道说公务员 哪个人那么大胆 按盘答应说 四十几亿 你是凭什么资格去答应 这个得标厂商说 阿伯一定给你 四十几亿 每一员都不敢答应 柯文哲作为一个即将卸任的市长 你当年怎么可以答应中工说 你把我先去啦 阿伯一定会保护你啦 先上车后补票到这个程度 如果中工作为一个得标的业者 他没有得到业主的同意 他怎么敢先把工跟料通通盖上去呢 他又不是白痴拿不到钱的事情 他为什么要做呢 因为刚刚讲钢筋很贵的 是啊 如果我今天确 还没有确定后面有钱的话 我只拿合约只到五层楼 我是不是只会做到五层楼 我绝对不会把钢筋先弄起来 先盖上去了 他就是 不是 我觉得最荒谬的是说 你如果要盖五层楼盖六层楼 你应该有个想办法说 我五楼到六楼我怎么去补救 但你还说我今天你给我的 就是一个五楼的建筑物 五楼的建筑物我勉强可以用 我有需求再往上盖下去 哪有说 我如果不盖到六楼 这个楼就不能用的 而且柯文哲现在扯说 2020年疫情之后原物料上涨 但是你是2018年 就做出这种减相招标的事了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疫情 你2018年在做减相招标的时候 你已经自动降到五楼了 本来是八加六 你变成五加五 然后标出去了 所以你当年已经预设 未来就是要追加预算了 可是你记不记得柯文哲 当年都很臭屁的说 我告诉你 我最看不起那些追加预算的市长了 追加预算代表你财务控管能力有问题 结果这个案子你算一算看 125亿的案子 他追加了四十几亿 你追加百分之三十 没有人这样子追加的 物调最多也就是百分之十几而已 你三十几 四十几的追加预算幅度 你柯文哲的财政纪律到底在哪里 而且事先承诺 事先交易 那这个到底算不算案盘呢 对 吴佑 你刚刚看了以后 你觉得不可惜 柯文哲怎么敢这么胆大妄为 我觉得这里面不合理 第一个我是包商 我也不敢来标这种案子 因为你公务员承诺有什么用 柯文哲就走了 那公务居重也走了 你承诺我四十几亿 我头头派去听你才公务完工 柯文哲 我们当包商的人 不会相信公务员给我们的私下承诺 你合约给我签好 我都担心你合约给我出问题 所以没这个事情 不会是包商相信承诺 这个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逻辑 所以我说这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一个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 就要去查队原始的开标原图 如果原始的开标原图里面 应该是到八楼到现在追加 一百九十几亿以后的完整设计图 它什么叫减项招标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所谓的项目 比如说我们有分成十大项 然后变成一百个中项 然后一万个小项 这叫做项目 它把其中一些有功能性的项目 就拿掉 就直接把那个标单里面的几张图撕掉 在开标 有这样子标的吗 第一个我是去投标的 我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因为我现在盖出来是个半成品 或是一个烂尾楼 我怎么验收啊 因为你最后公务员要验收的时候 不是你公务员 不是你工程 不是你公务局来验收 还有市场处使用单位要来啊 不能使用怎么验收 对 用怎么验收呢 因为有功能性缺失怎么验收 所以这个标怎么标呢 所以这里面太怪了 然后他居然胆子大到 最后让他开标 我是想说可以再追加四十几亿 超过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金额吗 因为这个应该要另外再开标了吧 因为这个跟主体工程的一百二十几亿的差距 张三成多四成的钱 这很不合理吗 这个在审计法里面可以通吗 审计法可能都不通嘛 因为当时这个东西在审计部在报的时候 它本身就有财块啊 它主技术会让它合这个标吗 因为这个标不是你柯文哲批的就可以 它还有主机单位 主机单位是听中央的审计单位 直接管的 所以这个是整个 有好几个单位介入 还有 所以这个怎么搞 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合理的事情 不合法嘛 对 因为你就是说 讲简单又是不合法 就是你开了一个标 然后盖了一个建筑物出来 不能用 很简单 就是这个东西 要用可以 你现在 我柯文哲现在人走了 现在谁 那鼓主是谁啊 讲万安 讲万安买单 都买单 钱来继续干 不拿钱 我这个丢给你 我走人了 就是这么回事 对 你刚才讲的烂摊子 他就是标一个烂摊子出来 让讲万安收拾 有这种事吗 他当了八年市长 对 IQ157 他旁边的副市长 市长处 是谁监督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谁监督啊 不知道 黄珊珊监督的 黄珊珊监督市场处 然后彭震生 监督公务局 这两个都要负责任的 怎么会同意 这个章怎么盖下去了 怎么这种事情发生 我觉得不可思议嘛 柯文哲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子 吃多人不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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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怕了 他要整成乎传惠嘛 反正他烧了 也是这么一个人 最后还是烧骨扬灰 他多实践 多二实践的一样 要谈司法 第二个问题要谈司法 现在我们来讲一个问题 柯文哲现在到底收到船票没有 你不是想要收到了 我认为第一个 收到比较正常 不收到 这个事情就打掉了 因为你现在19号要去包围 民进党中央 对 那我是北建 路权都拿到了呀 对 那我北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跟你讲 应该这个案子已经到了全是国人皆知 各台都在讲的时候 一般来讲的话 我认为他的发动 启动侦查时间很早 大概在二月份 就例过完年开始 就开始启动 其实在 就例过年前 我已经在开始查这个案子了 我也在找 透过管道 跟市府的朋友在收集资料 没有透过议员 我也在私下在想 我知道他哪些问题 因为我一直想告他嘛 你知道吗 我对他 反正 你还不放过他 他已经够惨了 那你还不放过他 他告我 他先告我嘛 你跟我讲嘛 那我这个人就是以爆料为乐的人 你也知道嘛 因为我本来单 我现在讲说 我把故事 倒回到二月份 讲给你听 我认为二月份 结果拿不到资料 我就觉得有问题了 就我认为 那个时候的北检 相关的侦查座 已经开始了 所谓的监听 挂线 还有扣 所谓的 扣这些相关的公文书的资料 已经开始行动 所以相关人的不敢讲话了 对 我讲一件事情给你听 有一个退休的前检察官 告诉我 他们的处理方式 会在早期开始 一次跟市政府调50个案子 那你不知道要查什么 就在你政策上帮我查 我这个案名给你 通通来来来 来50个 其实我里面有一两个 我真正要查的东西 所以你讲案卡都没办法 案卡 结果这个案子已经曝光了嘛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应该照理论上讲的话 他不太有必要 要去做搜索的动作 搜索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东西 现在有两个东西 一个公文嘛 一个是钱嘛 柯文哲有没有把钱藏在家里嘛 因为钱最重要 追金流最有意义 他不会在账号 柯文哲这个人他很小心 他不相信任何人 他一查的话 他的钱被查出来 就是起码 不明财产最是确定的 所以现在搜索没有意义了 但是奇怪啊 那搜索没有意义 他告诉19号他怎么敢去包围呢 后来我想通了 他就表示他可能没有收到船票 他要跟你用威吓的方式 赌一把 就跟你恐吓 恐吓北检嘛 关键是北检嘛 那北检检察官会怎么办呢 不需要搜索的情况之下 再搜索 要跟你 要跟你跟高宏安一样嘛 画面拍出来嘛 15路20路30路全面搜索 硬干了 因为跟你硬干嘛 现在没有 北检察官没有路走啊 检察官也没路走 因为案子一直发出来啊 对不对 然后要不要压人 一定会压人嘛 因为相关资料早就在手上嘛 因为谁负责搞钱 谁负责签章 这个案子承办人不要收押 承办人一定会被收押嘛 有承办人收押 柯文哲就跑不掉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报内幕话题不设限 我是张道合 周一的中 观点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赶紧来上线